无论是谁,内心都是贪婉的,但是也应该注意时间。 如果在上学的时候贪婉,那么学业就会落下,如果在工作的时候贪婉,工作就不会有起色。 如果在中年的时候继续贪婉,这辈子可能就难成大事了。 一个男人如果到了中年的时候还在着迷这几件事,那么这个家庭就要夸的。 1. 花花世界 社会在不断地进步,娱乐项目也越来越多了,外面的世界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。 但这些只是提供我们消遣放松的,如果感觉有压力,感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,那么可以出去娱乐放松一下。 但是如果着迷这些东西的话,不要说自己难成大事了,恐怕家庭也会慢慢破裂吧。 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,但是一定不能着急,没有成就的你会越来越堕落。 如果混得有深有色,那么一生也可能毁在这个上面。 2. 虚拟世界 上网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,而且随着科技在不断地壮大,游戏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。 男人都是爱玩游戏的,如果到了中年的时候还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玩游戏上面,那么这个人真的就毁了,游戏也是需要有一个度的。 如果不能把握得很好,视野不会有起色,反而妻子还会非常嫌弃你。 如果你真的爱玩游戏,那么不妨想想用游戏这方面来赚钱。 很多东西都是有利有弊的,只是需要看你如果来运用它,看你有没有头脑来让游戏变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 3. 玩钱世界 很简单,玩钱呢,就是指赌博啦。 因为赌博胜败明年的人,大家一定都遇到过,即使没有,在电视上也一定见过。 搞得最后气离子散,如果你到了中年的时候还会对赌博感兴趣,那么这个男人真的就废了。 是,就算你有钱可以去赌,可是赌场十赌九书,你的家当真的够你赌吗? 一个人犯错是可以原谅的,但是赌博这种事情坚决不能原谅,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,不到最后是根本不会明白的。 所以呢,如果你还想自己的生活美脉,还想自己能过得好一点,就应该远离这些东西。 谢谢大家。